那接下來的故事內容 我剛有提到 是對岸的一位沈先生 來自杭州紹興市他所分享的 他分享的故事是從他爺爺 爸爸到他自己 總共三代 沈家三代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那這位沈先生其實很有意思 他本身有學佛 而且學了很久 到現在也有在學 他也到天台跟廣東 這兩個地方的廟宇去住過 一住就是都有一兩年之久 不是住一兩天 但是他跟我坦白說 他自己沒有遇過什麼神機故事 或是沒遇過什麼靈異事件 但他對於看鬼故事 跟生性鬼跟神的存在 是堅定不移的 那麼接下來他會先講一下 關於他爺爺 跟他爸爸那一代的故事內容 那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 改編真實故事說給你聽 大家好 我是沈先生 那這個是發生在我爺爺那一代的靈異事件 我爺爺他那個年代 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有了解的人聽到這個就覺得 哇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 那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呢 這個故事很長 這個歷史很長啦 我可能講不完 簡單來說在那個文化大革命時期呢 非自然死亡人數 目前啊有人說到是三千萬人 可能有些人是莫名的死掉 消失不見 被消失 有三千多萬人 當時呢我的爺爺 他有個鄰居 叫王某 他是朋友也是鄰居 就住在家裡附近 爸爸沒有特別說到 這個王某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職業的關係 還是加入什麼團體 還是得罪什麼人 他當時有類似像被追殺 所以他就先躲到了我爺爺家裡面去 在躲的這段期間呢 其實爺爺就 把他安置在家裡的一個小房間嘛 然後也沒有跟人家講 就讓他安安靜靜的度過一段時間 也平平安安沒有事 但是時間久了爺爺還是覺得說 你總不可能在我家住一輩子吧 所以有一天晚上在吃完晚餐的時候呢 就跟這個王某好朋友 就有點喝了酒 就直接講說 你也不能在我家這樣一次住下去 也不是辦法 就是你的問題還是要面對這樣 這句話說者無異 這聽者有心 有可能那王某聽完之後就覺得 你在趕我走 然後他也就點點頭沒講話 第二天就離開了 也沒有告別就不見了 那後來有得知說 王某沒有回到他們家 就是鄰居那邊沒有回到他們家 是到他親戚家去住 然後爸爸 這個爺爺啊就說 爺爺好也好 反正就回去了 那這件事情也就過了 好一陣子他都沒看到王某 也都沒回來 那有一天下午呢 我的奶奶坐在椅子上面 突然間呢 就發出很奇怪的聲音 他就對著我爺爺不停地喊說 是你把我害死的 是你把我害死的 那我爺爺一聽到 這個奶奶講話變成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問了一句 你是誰 然後奶奶就說 我是王某 你把我趕走 所以我在家裡被逼到上吊 他就講這些話 然後不停地重複 就說你把我害死 你把我害死 因為你趕走我 所以我被逼到之後 回到親戚家 最後我上吊在家裡 然後講完沒多久呢 奶奶就睡著了 醒來之後 奶奶也完全不記得 他剛剛有講這些話 爺爺聽到之後就覺得 難道王某真的死了嗎 他死了之後 鬼跑來奶奶身上 附在身上講這些話嗎 所以他就決定要去找他 你要知道在那個年代 沒有手機 也沒有什麼LINE跟視訊 可以直接問說 王某你還好嗎 沒有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他走了十幾公里的路 到了王某那個親戚家 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也沒有Google map 也要到處去問人 才說內戶人家 他就找到了一個 木造的矮房子 然後門也沒上鎖 他就把門推開 推開之後 找都不用找 那個王某就已經 上吊在那個園柱上了 他就真的這樣死了 什麼原因 不知道 但是對爺爺來說 他一直認為 可能就是他那時 話沒有講得比較委婉 把他趕走 害他最後死在他親戚家 對我來說 這故事很恐怖嘛 我覺得更恐怖的是 在那個年代的底下 有很多人就這樣子 莫名的離開了一些 這是第一個我爺爺的故事 那剛剛有提到 我奶奶不是被附身嗎 他被附身時他講出來的話 他這個口音跟動作 就完全不是奶奶 但我爺爺其實也見怪不怪 為什麼 因為從以前 我奶奶就有靈異體質 所以就變得說他很像是 有時候去墓園 掃墓或者是去經過 他可能在當下 他就會產生一些靈異的反應 或者是他去找朋友 經過一些不乾淨的地方 回來之後 他半夜就會被附身 半夜的時候他突然間 奶奶的聲音就變成一個很 中年人低沉的男生聲音 或者是變成一個像 小孩子的樣子的狀態 就被附身了嘛 所以也是見怪不怪 那我們學佛的就說 這可能是靈異體質 那有一天呢 我奶奶跟我姑姑在家裡 我現在講的故事 當時我都還沒出生 都是我爸爸轉述給我的 那我奶奶呢 在家裡面 姑姑在家裡陪奶奶 當時爺爺已經過世了 爺爺其實很早就離開了 在他晚年的時候 他下巴長了一個腫瘤 然後就癌症過世 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爸爸才十五六歲 奶奶在睡午覺 睡睡睡睡的時候 突然間就叫了一下姑姑 然後就問說 阿火咧 火喔 那個火焰的火 是我爸的名字 我說阿火咧 然後姑姑就說 他出去了 然後奶奶就講 阿 那個死小孩惹禍 還不知道 這話一講長之後呢 那個姑姑就覺得不對勁 因為那聲音不是奶奶的聲音 是個男人的聲音 然後就看著奶奶 然後家人都有經驗 就直接問說 你是哪一位這樣 結果奶奶就不講話 就閉著眼睛不講話 然後就說 我是爺爺啦 然後他嚇到了 不是過世了嗎 爺爺已經過世了 但過世之後的爺爺 也附在奶奶身上 然後他過了一陣子之後 也都不講話 又問了一句 那阿火回來沒 然後姑姑就講 阿火他沒這麼快回來 他出去工作 要很晚回來 有什麼事情 要不要 轉告給 那個 阿火知道 然後爺爺就講 他惹事了啦 還不知道 他小心點啦 然後奶奶就睡著了 那當然 等到奶奶醒來之後呢 他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姑姑也馬上講說 爺爺回來了 然後附在你身上 講這些事情 晚上我爸回家的時候呢 就很緊張嘛 一家人就開始講說 爺爺今天有來 就告訴你要怎樣怎樣 注意喔 你千萬要小心喔 什麼的 然後我爸就說 好好好 他爸爸有來交代 那要注意一下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其實也沒發生什麼事情 時間拉長了 這個恐懼感拉蛋了 就有點忘記了 我爸爸當時的工作呢 是做冷凍庫 冷凍櫃 冷凍產業裡面的員工 但是沒事的時候呢 他會兼拆 做什麼 做棕棚床 棕棚床它是用棕櫚素的纖維 去拉扯 綑綁 刷 然後做成了一個床墊 天然的這種床墊 在那個年代呢 是很多家裡 家裡很多人 都至少會有兩個人 那結婚的時候呢 也會有人送這個架裝 是必備的家具 後來是因為習孟斯嘛 床墊床主這個生意 開始出來之後呢 要棕棚床墊的這個 需求量就減少了 所以以前爺爺那個年代的時候呢 是靠這個 做這個手藝 養活大家的 到了我爸爸這邊呢 就學會了 但是變成兼差 主業還是做冷凍櫃的 這個冷凍庫的事業工作 那時候爸爸去給人家請 的薪資是27塊 23塊 23塊 做一個棕棚床呢 9塊 所以坐三個床就抵一個薪資 你就知道那個 是多大的外塊 那有一天我爸爸就是 接到一個單子 是一個木材行的老闆 想要做一個鬆棚床 他就把爸爸跟他的夥伴 兩個人就請去了那個木材行 當天老闆不在 是員工開這個鐵門 讓爸爸跟他的夥伴進去 那鬆棚床也要木架啊 然後拉扯啊 然後釘啊 磚啊 需要很多的器具 那木材行老闆說 他們有 提供給我爸爸 就電鑽什麼的 我爸爸那時候拿著電鑽 在鑽這個木頭打洞的時候呢 他就發現這個木頭的洞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他發現不單是這個木頭變大 他眼前的所有東西都開始變大又變小 變大又變小 同一時間他的頭很脹很脹 非常的痛 他不知道怎麼狀況怎麼變這樣 而且他不能動 他在鑽這動作他整個人卡住 其實他被觸電 他已經被電到 他在那邊不動的時候呢 他的夥伴看到就覺得 阿火 你在幹嘛 阿火 然後就走過去 過去的時候 他踢到了這個電線 爸爸是說 他當時是像被電道炸開 砰的一聲 他整個人往後彈 到底有沒有往後彈 其實不知道 因為他昏倒了 他是自己感覺有這麼一個動作 就送到醫院去 後來還好沒事 爸爸沒事 但是就開始回想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發現電鑽漏電 電鑽它不是什麼 像我們110V 200V的電壓 是很高的電壓 其實漏電是會把人 真的活活電死的 但是第一是因為 他那個電線 他沒有插座 他已經壞掉了 他只有鐵絲這些 他是直接插在插頭裡面的 就這樣 電在裡面去卡住 所以他的爸爸的朋友 走過去的時候 踢到電線 才可以很快掉下來 第二是爸爸那時候 腳是踩在一個木頭上面懸空的 所以才沒有這樣子 一電就馬上死掉 算是運氣非常好 那這件事情過後呢 爸爸就回想起來說 啊 當初我爺爺來託夢 不是我爺爺附身在 我奶奶身上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警告這件事情 但是他沒辦法 直接把話給講明 只能說他要惹事了 要小心 那爸爸撿回一條命之後呢 這個木材工廠的老闆 得知差一點害死 因為給的器材是有問題的 所以後來就多給了幾塊錢 給我爸爸 我是沈先生 這次發生在我爺爺 謝謝還有爸爸 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最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龍法師一起出的 這本書裡面擷取了 十八張符咒 寫了十八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諸葛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 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諸葛一樣 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畫靈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 伯克萊 金石棠 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 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沈凱 我想鬼畫靈篇 當我父母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poka 是 谢谢大家